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盖和亮影这边都非常希望我们的极客军艺加入其中 喜欢这种感觉 来 抢我 他已经很入定的在想了 没啥夸的 然后我听解了 你啥这意思的 你成仰 盖克这么快就脱协了 因为跟极客太熟了 我主要是想陪你解 第二 准备 准备 走 开玩笑 你早餐 我早餐 你配起来 从第一期到现在我一直都觉得极客是特别让人开心让人放松 然后这次他跟佩妮一起我也是非常期待的 姐姐来吧因为你刚来 我的决定交给妹妹 绝不绝 你不是很享受吗 来 继续 姐 我很怂的 我就嘴巴上厉害而已 所以极客俊逸和我们的戴佩妮二位 请做出你们的选择 对不起 兄弟 我要美女欣欣相惜 甜甜 走 美女的给你机会 让你夸她了 你怎么不夸呢 气死我了 我觉得廖英姐是一个很nice的人 很好接触的人 就是你知道女生之间的一种心心相惜 盖哥没有关系的 他不会生我的气 他生气我会哄得好 很兴奋 为什么 不知道 你也可以跟兵哥一起唱这歌很爽 其实我觉得今天可以跟大家合作 他本来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少的经历 就是我们之前在这个舞台上其实跟艺人合作也很多 是一个band的就很少 一个band里面还有男生和女生的双主唱就更少 对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跟你们一起合作是一个 让我有一种很开心的感觉 因为其实我觉得所有所有做音乐出身的人 以前都是有乐队梦想的 而且我觉得乐队很难很难得 就是他又要志同道合 然后又可以一起走下去对吧 对 对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就我们是 我们两个是高中学长学妹 谦哥是我们家邻居 邻居 就是住隔壁 对 差不多隔几块田 对 好 然后后来就找到他 就是他在附近打鼓很有名 对 因为田就只有他有声音这样 对 那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奇的事情 就是为什么你们就三个人就 就看不住这个乐队的数量 然后然后贝斯我就不找了 因为我觉得这样就刚好 所以为什么 我们有想过那是不是要有五个人这样子 对 但后来觉得我们透过跟各种不同的乐手老师 一起合作 可以激发我们在现场演出的乐趣 好 这次在这个节目里面 第一次是跟台下的 in-house的 band的老师们合作 没有跟他们讲过话 但是我们用音乐沟通 对 踩台那时候就距离一下 对 而且我觉得可能这样的话 你们那个创作的氛围 或者是什么就已经刚好 因为我们决定事情很快 对 两个人意见不合 第三个说对就对了 对 致命性的一票 对 这首歌其实我最大的感受 为什么我很想跟你们就是一起合作 就是我觉得所有的青春电影里 你总会发现有一支乐队 在默默地为他们唱歌 为他们的青春在唱歌 所以我觉得我今天很荣幸的是 可以跟你们融合在一起 就是为这群年轻人在课唱 所以中间有一句歌词我很喜欢 就叫 终于成人 这是青春 我跟云安其实之前有讨论是 开网早晨的午夜 那他到底是午夜还是早晨 然后后来就发现好像每个人解读 就是 方向都不太一样 这种感觉是你终于跟你自己相处和谐了 对 就是他对于自己过往的青春是一种认可 然后他而且他承认了说 我终于承认了 对 新世界这个歌的翻唱 我们那时候听到兵哥翻唱的时候 我吓一跳 对 我第一次听到有人把它完整地变成 因为它不好发音 太厉害了 真的 真的厉害 真的不好发音 真的不好发音 我很喜欢你们的这首歌 因为我觉得你们的音乐 更多的是都市感的 对 然后这首歌是你们在中间 是会有世界感的 就是很不同 我们有机会 可以跟兵哥一起唱这首歌吗 我们今天晚上先开网早晨 对好不好 再去新世界 然后我们再去新世界 这个学校是我好朋友郑军的母校 老郑的母校 对 对 产品设计专业的 你的专业来了 他是清华美院学工业设计 来 看 其他协会 招生吗 是 学华南楼105 我已经听到 有乐队的声音 现在孩子真幸福 乐队都可以公开排练了 太有感觉了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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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宋爱 秋深跟彩盐 云在鱼 这得配个一点 哇 你们是属于吉他协会的吗 对对对 我们是航电吉他协会 哇 你们真的太棒了 郑军是你们学校的吗 对 郑军是我们学校的 老师看见那个通谷 那个地通那个谷 那个谷其实就是 郑君留下来的 可能是这样的 前辈曾经站得过的地方 我问他现在就知道了 老郑我来你的学校来拜访 你看看是不是你当年 大学玩约队的时候留下来的 好 那大家咱一会儿 坐两股天 好吧 看是不是 记不记不 老郑记不得是不是那谷了 得了 那我代表你这些学弟学们 向你问候 你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姓陈 叫陈泽宇 我是上一任机协的副社长 副社长 然后现在读演二 在法学院的 社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 我叫苏浩兰 就跟华阳界就上一任社长 我叫黄世宜 你是下级社长 下级社长 蚁人也是不幸是副会长 不 他是副会长 你也是副会长 对 前辈 前辈 封号 你看我看他们条件真的挺好的 乐器都是公用的对不对 对 然后再加上学校也比较支持 深学装修也是 真的挺好的 现在学生设备这么好 咱们那时候玩得起乐队的真不多 因为那时候买不起乐器 你看咱们那个年代 一个二手电吉他四五百块钱 那我攒一个学期都买不下来 怎么买不了 太贵了 没有钱 我们那个只能买一个八九十块钱的什么民邀局 已经不错了 已经是很厉害了 我们那时候能像他们条件这么好就太好了 现在他们真的很幸运 我至少可以不会因为客观的物质的条件 去妨碍自己追求自己想追求的东西 还是挺羡慕的 对 你们将来想做什么工作 是你的本专业的还是有什么其他打算 最大的愿望其实是有效 因为我在这边待了 就是本科也在这儿 然后读演也在这儿 然后对行列的情节是比较深的 我们先要工作吧 然后呢 可能更不能怕会把音乐当成一种爱好 就上手里有一些爱好 不是要让你所拥有的一切成为你的负担 你在读了这个专业 为这个专业上花了很多的时间 或者为了一个人花了很多时间 不要因为你已经花那么多时间 就忘掉自己真正热爱的是什么 而且不敢去选择它 你任何时候你开始选择它都不完 我觉得不如到社会当中 不如到工作里 可能你身后会比你上大学的时候 多了一分责任感 可能想的会更多一点吗 我觉得其实每一届年轻人都差不多 都有在同样的年龄 有同样的困惑 同样的喜怒哀乐 他们经历过那个年龄 我毕竟经历过 因为我们本身是大学生吧 我们的音乐也有效迷遥 这样的一个影子 我们也经常回学校 会有一种力量 这首《启程》 既然已经被很多大学生 定为一首毕业的一首金曲 我们希望说下一个十年 又是一个新的启程 新的开始 但是呢 在启程同时呢 也要去活在当下 去感受生活的美好 其实是这首歌的一个 最初的初衷 其实我一直在想在这个舞台上 唱一些比较乐队的歌 因为我觉得其实乐队 跟歌手的气质是不一样的 那种音乐鞋的感觉吗 对 你有喜欢乐队吗 我不专门听乐队 我就是可能随机听到一些乐队的歌 然后会知道 这是这个乐队的歌 这是那个乐队的歌 对 就比如说 为什么你 带我走过最难忘的旅行 然后留下最痛的纪念品 突然好像你 你会在哪里 过得快乐或未去 突然好像你 突然锋利的回忆 突然模糊的眼睛 当一阵风吹来风筝飞上天空 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 终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 才发现笑着哭最痛 时间过得飞快 转眼这些一层回忆 每天都有新的问题 不知何时又会在一起 南方 让我们全场再次把乐队掌声 掌声为欢呼声送给我们的高舞人 和胡彦斌 我们今天在这个舞台上 为什么唱这首歌 因为我觉得玩音乐的人 其实都有想要玩乐队的这样一个梦想 就我们合作期间 我也问他们 我说你们是怎么组乐队的 因为乐队我总觉得 他应该是要在队的时间 然后遇到志同道合的人 如果他们的梦想和终点是非常一致的 他们就可以走很久 今天你看水木年华在现场 是不是应该问问他们 中间也有离开的 也有加入的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辆车 开往前方的一辆车 但是这个就是乐队的这个最最最最初的初心 我觉得人生是这个样子 就是没有人会有责任和义务 陪伴任何一个人到终点 包括我们的亲人也不肯永远地陪伴着我们 所以我觉得人生就像一个列车一样 有人上 有人下 但是不管这个人下了 上了有多久 他只要陪伴过你那么一段时间 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地有缘分 我觉得我们就应该保持一个 非常感谢的一个心态 重要是我们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 共同的经历 这就足够了 对 所以才会有那句 多少人在你生命中来六回 这就是青春 对对对 这就是青春 我就感觉像是回到了我毕业那会儿的时候 我一样 我面对的是毕业之后的位置 但是我又同时在面对着 我要跟我同学分别那种不舍 所有情绪就纠缠在一起 我不知道该做什么 所以我们只能抓紧最后 还没有毕业的时光 在一起开心 在一起唱歌 然后在一起 积那些我们可能积不到 但是如果这次积不到 可能就要隔很久才能积到的张 看到这个舞台 就像是每一次 跟我的好朋友们分别的感受 这首歌的词是卓雄老师的 但这首歌的曲 它其实是我买下一个写曲的朋友 叫方炯佳 所以她其实知道今天要唱这个歌 她很开心 也带我谢谢你们的今天演艺这个歌 这样子 我自己听到她的作品 我也很开心 我们全场招前的掌声送给二位 送给吉克俊逸 送给戴佩妮 我觉得很不错 因为每次极客俊逸他唱歌的时候 就不会有什么舞美的装置 好像其他老师都会给弄一些置景 我就是舞美 对 我也是想这么说 就是极客他自己站在舞台上 就是一道风景了 我觉得今天这首歌一样 而且我觉得他把他的装置 放在他的头发后面 今天用发型诠释了这个 鸟巢的一种感觉 鸟巢 龙龙 这种发式除了我谁能嫁得聊 确实 又一次让我感受了对美的震撼 你是不是又想笑话我 没有 跟我上次那个望远镜发型一样 你老是读不懂我 你就是一个永远读不懂我心的男人 但这首歌我读懂了 我觉得两位就是唱的就是他们自己 就是两个非常傻的女生 然后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震撼的舞台 所以太棒了 我发现龙龙特别爱点评我的造型 他很准有没有 我刚刚我就是我从五位老师那走过去 然后两位老师每次他都说 今天造型怎么怎么样 刘水吉老师每次都要说一下 我说造型单方面不接受点评 好 你对着你尝尝点名我造型 对 因为我就是老关注你 你又笑了 嗯 你又没看懂 我喜欢 我喜欢 下回 下回我想问问怎么弄的 下一期再给他一次机会 好吧 没有我做不了的事 对 就是校园感 整个就是毕业大主题 我们一起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水梦年华 送给王克野 其实我也挺想听小话聊一聊 未来水梦年华发展的方向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水梦年华的中心思想 其实就是做自己表达自己 他们现在表达他们这个年龄段的 深刻一点的 或者说回味一点的话题 然后我也会去表达 我这个年龄段想说的一些鲜活的 然后会迸发出来生命力的话题 我觉得这都是水梦年华 我稍微说一句就是 我们把更多的年轻人吸纳进来 并不是想让他们成为我们 而是我们能够托举他们 成为更好的自己 会比自己成就自己 更有意义 其实你说今天这个舞台 这首歌我们能怎么改 我们其实不需要把它改成什么样 甚至我觉得 如果让我去出主意的话 可能给它改得更简单 一点更好 对 就一把吉他 对 也许你们几个人几把吉他 坐在一个像草坪一样的地方 能让所有的年轻人看到 三十年前 这群真正开始唱《小云民遥》的人 他们是怎么唱歌的 让他真正地回归到那个年代 我觉得那个才是真正打动人的东西 我自己感觉到其实有点唏嘘 我们其实是经历过一个真正的 对大家去关心的事情 把掌声送给二位 送给西林 送给汪苏龙 我觉得年轻人就应该是这样的态度 就今天的事今天做 明天的事明天再说 谁管得着明天干嘛呀 我觉得就是这个态度 在最后那几句重复的时候 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吗 我觉得那个应该是喝多了之后 会想的一个事 对 我反而很沉浸在这个派对 然后两位 西林真的是一个铁肺 铁肺小公主 真的太可怕了 他每次那个爆发力的几乎 他就不是很用力 就轻轻地就来了 然后两位都唱得非常好 我觉得龙龙一直在 不停地突破自己 曲风的一个概念 真的是在天赐舞台上 我觉得很难的 真的 真的 非常棒 我觉得我们自己很喜欢 看演出的某种变化 然后因为这个歌词 经验留给经验吧 就觉得他一直在告诉你 什么是当下 然后他们一把眼镜戴上的时候 就那个当下很明显 他们只注意到那个爱 他们想要的那个感觉 然后活在那个里面的感觉 然后我就特别想要那副眼镜 对 回头把那个链接给你 谢谢龙龙 谢谢我们把掌声送给 赵琳 送给赵磊 唱得不错 谢谢 谢谢 很厉害 真姐真的吧 太细了 这首歌叫做 《化身孤岛的金》 我们了解到这首歌是根据一个 真实的发生的故事改变的对吧 这只金呢它叫Alice 然后呢它自己有自己独特的一种频率 它的赫兹呢是跟所有它的同类的金 是没有办法有一个共鸣的 所以它一生在呼唤 但是永远得不到同伴的回应 这首歌能够传达一种就是人类 对于孤独这件事情的美好的想象 虽然Alice它是一只没有办法 跟其他的金鱼能够对话的 但是它愿意把 它在这个世界上经历的一切 用自己的方式去记录下来 我觉得他们两个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是很奇妙的 刚刚听他们两个人说 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也很感动 就我觉得吧 可能到了现在这个人生阶段 我觉得人生里最宝贵的东西是 遇到一个某一时刻能够懂你的人 然后我觉得同频呢 是一场盛大又感人的遇见 就很难遇到一个很同频的人 所以它是很微妙的一个话学反应 当然我是听得非常陶醉 让我更加直面我自己的孤独 也要不再说 说什么 现在是一场合线的 然后我自己的孤独 现在是一场合线的 尝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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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